我妈妈的普通话说的就没有我好 她都认识了很多的汉字 但拼到一起呢 她就会混调她的意思 比如说有一家店 她的名字叫做潮流前线 有一天我妈跟我说 总宝贝 我单身去那家服装店买衣服 我说什么店啊 我妈说前天现眼 我当时太小了 我不知道前天现眼是什么东西 我只是看到周围的人 都对我爸投达了同情的热光 我妈太可怜了 我妈普通话不好嘛 所以她就很烦 那种看到一些比较复杂的俊子 电梯街里面有一个广告 你们看到过吗 这种广告叫做 整整整整整整整 女人整的彩排整的做女人真好 最后还有个东北新英啊 真的太烂了 就不看这个广告我都不知道 我有那么喜欢博军女排 好想念我老板那张脸啊 你知道吗 就这个广告对我妈来说 就是双重打击 第一点 就特别像是给她出的那种 普通话考试的题目 全部叫做 整整整整整整 女人整的彩排整的做女人真好 请分别说出题杆当中的 每一个整都是什么意思 就想整死她的意思 第二点就是她的那个价值观 叫做女人整的彩排整 是什么价值观 我妈特别不高兴 她一听直接在电梯间发火 然后跟我说 你别听她们的说啊 什么叫女人整的彩排整 我们女人啊 生了孩子彩排整 生了孩子彩排整 我最近就发现啊 大家对于整容的这个态度 其实很容易就可以辨别出来 比如说如果有人问我 啊 曾提名年怎么这么小啊 就说啊 我花三千块钱打了个手脸针 害怕整容的就会说啊 手脸针啊 不害怕的就会说啊 三千块 大家这个态度其实很明显 对于整个人这样子呢 我们就没有什么 对于整个人 一样的生活 我们就用这个标准 在这台ach 是因为 我们就控制了 我们不轻人